本地15家中小企业包括传统品牌 将在这个星期五的迪拜世界博览会展示他们的产品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进国际市场 本地传统美食沙爹也飘洋过海 来到迪拜的五星级酒店 让游客品尝它独特的美味 这家本地制造的沙爹品牌 在十多年前便将提前腌制好的沙爹 做成冷冻包装供应到其他国家 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但受到疫情的限制 企业很难继续扩展到别的国际市场 为了解决问题 这家本地企业同沙特阿拉伯的合作伙伴 在当地设立相关设施 将拥有一百年历史的食谱 也能在国外制造和供应 而迪拜世界博览会便提供最好的宣传平台 让本地企业能够推销自己的产品 吸引更多的机遇和发展